切家自我成之后回馈社会 而音乐人出了名之后 也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关怀社会问题 要带您看的主角正是今年金曲奖 勇夺六项大奖的最大赢家 五月天 在当天大家不断地看到五月天上台去领奖 其实他们也演唱了诺亚方舟 把诺亚方舟搬到了小剧泰德舞台震撼人心 不过就在表演当中您发现了吗 就在表演的后面LED荧幕上 大大的写着前一阵子大出风头的反核标语 我是人 我反核 而团员马莎还特别把这张照片抛上网 显示他们对社会环境的关怀 二十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可以看到歌迷的按赞回馈 五月天的金曲奖重现演唱会中宛如魔术方块的绚丽舞台 不过这次密密麻麻堆叠的标语中还藏着团员对环境议题的立场 仔细看舞台上方出现我是人我反核的字样 以这首歌曲永夺最佳作曲人奖的团员马莎 特别框出这几个字上传脸书 表示不管是诺雅方舟或是第二人声 我都想这么说引起歌迷激赏 不到二十小时已经有超过万人按赞 不只透过音乐声援导演柯一震等人 在总统府前快闪反核的理念 也见证五月天的转变 从过去围绕在青春无敌的创作 到现在还把对环境社会的关怀入词 彰显摇滚精神 在颁奖典礼留下经典画面的不只有五月天 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隆尼 长期为苏丹人权发声 却哀轰脱离现实 他就曾经透过颁奖典礼反抢 纪录片华氏911导演迈克摩尔 也曾经在奥斯卡典礼上公开反战 直接呛当时的美国总统布希 就是希望透过高收视率的颁奖典礼 发挥影响力 TVB新闻综合报道